好 我們再來看到這個是 位在於大陸上海金山區的 上海石化工廠 在18號凌晨的4點28分發生爆炸 引發非常強大的火勢 根據央視的報導 這起意外發生在工廠的化工部 乙二純裝置區 目前消防人員 正在極力的搶救當中 廠區附近的火光衝天 煙霧瀰漫 籠罩在天際之上 有上海民眾在微博發文表示 他住在距離工廠5公里不到的社區 都在睡夢中 被這個炸聲給炸醒 根據他的敘述至少爆炸3次 而且都是到早上8點10 還聽得到這個轟隆隆的巨響 好 我們來看到大陸貴陽 一輛公車疑似司機想要趕著上廁所 下車時忘了忘記拉手剎車 結果導致公車往後滑行 索性有個交警看到之後 馬上跳上車剎車才沒釀成悲劇 我們來從監視器可以看得到 當時公車靠站之後 司機急急忙忙下車跑去上廁所 沒多久公車就緩緩的往後滑行 車上的乘客感覺到不對勁 也急忙跳下車 隨著滑行的速度越來越快 狀況十分為奇好險 當時有一位下班回家的遠景 看到之後跳到公車裡面 煞車並且熄火化解了危機 事故沒有人傷亡 只是虛驚異常 我們再來看到國際消息 昨天普丁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 在與哈薩克總統托卡葉夫 進行問答時 他有提到 俄烏的局勢遲早會回歸正常 到時候他希望能夠重新修復 俄烏的關係 因為兩國自古以來就是鄰居 那相處是不可避免的 至於有關歐盟職委會建議讓烏克蘭成為歐盟候選國 普丁表示俄羅斯方面沒有任何反對 不像北約是一個軍事聯盟 如果烏克蘭要加入 將對俄羅斯安全構成威脅 但是歐盟是經濟組織 是否加入是由他們國家主權做決定的 是烏克蘭人民的事情 普丁也闡述了他的看法 他認為如果烏克蘭成功加入歐盟 將從此淪為西方的 半殖民地 另外我們看到大陸第三艘航空母艦 福建艦 在17號上午11點舉行下水命名儀式 在儀式上面 懸號為18號的福建艦 由中央軍委主席許其亮等領導 共同為下水儀式減彩 標誌著大陸的海軍的新時代來臨 相片碰擊 箭手碎裂 隨著鳴笛響起 瞬間噴射順利彩帶 祝福大陸第三艘航母 福建艦下水順利 我國第三艘航空母艦命名為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福建艦 弦號為18 福建艦是我國完全自主設計 建造的首艘彈射型航空母艦 大陸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親自出席 這是大陸首艘自主建造的彈射型航空母艦 採用平直通常飛行甲板配置電磁彈射和阻攔裝置 且滿載排水量超過8萬噸 被認為是大陸版尼米茲級常規動力電磁彈射航母 而採用電磁彈射是美軍福特級航母才有的配備 且外船艦上將搭載殲35與殲15 其實大陸在航母發展中是從零開始 第一艘航母是由烏克蘭的瓦良格號 改建為遼寧號 第二艘山東艦是以遼寧號為藍本 因此被逆為三胎的福建艦 成為大陸在航母研發上的重要里程碑 該艦下水後 將按計劃開展細博試驗和航行試驗 等到福建艦正式入役後 大陸海軍將有三大三小共六艘的航空母艦 三艘大型航母分別是福建 山東 遼寧 而據外媒報導 山東和遼寧很有可能在福建下水後 換裝成更強大的殲15艦載機 而三艘小型航母則為兩棲攻擊艦 海南 廣西和安徽艦 這也代表著在艦載機的種類上 大陸艦載機將和美國食品 面對大陸近年在海上軍事設備中的成績 外界也相當好奇福建艦的燃料 因為如果是柴油燃料 那將會是目前為止全球最大的 傳統動力航母 如果用的是核動力 那福建艦的航程和可能戰力 很有可能超過國際上軍事專家的出估 記者 夏漢宇報導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個名字很可愛 18號的福建艦 除了排水量能達到8萬余噸之外 更採用平直通常飛行甲板 且配置電磁彈射和阻攔阻攔的裝置 對於福建艦的技術 前駐紐西蘭大使借文吉就表示 自主設計非常不容易 大陸在軍事的戰力上面大幅提升 美國其實這個技術在福特號上面 那實驗了很久 出了很多狀況 福特號這個是美國最新的一艘航母 光這個電磁彈射就搞 它有兩個 一個起降設備 一個這個就是電磁彈射 在中間出了很多問題 所以在前幾個月 才做了最後的一個測試 大家才認為福特號正式 等於說可以完整的來服役 所以大陸在福特號電磁彈射 沒有多久之後 就趕上這個技術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覺得這個 而且這種技術 美國連這個晶片 他都卡得那麼緊 這種技術你就靠自己 靠誰都沒有用 所以這個不只是帶 很大突破 這個非常不容易的 這種技術是 你只有閉著門自己造 美國把這個技術 自己都搞不好的 他這個舞得緊緊的 絕對不會讓你得到一點訊息 所以就自主設計 完全靠自己 然後這個艦的話 就是說他用了彈射 不同的彈射方式 他的戰力就會往前大大提升一個 因為這個叫起降的次數 跟起降的頻率 就是說艦載機的起降的次數跟頻率 效率可以大大提升 這個航空母艦有幾個 第一個 你的載艦量有多大 這個載就是說 你的這個機載性能夠多少 這一艘我看似說 有可以載60架 這個山東號只有44架 所以這裡面就增加了16架的機載 在機載艦的這個能量 所以他的戰力就擴充了 然後第二個你前面兩艘 不管是遼寧 山東 他都會用所謂彈跳式的起飛 那個不管速度跟他的效率 跟現在用電子彈射 那是差距很大 你量也大了 你的起降的頻率 你譬如說我們比一下 你10分鐘可以起降一次 跟我5分鐘起降一次 差多了 這個暫時時間就是 時間是一切 你能夠提高這個效率 你可以提高一半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這個戰力都是極大的提升 所以我覺得大陸 第二艘純國產的航母 能這麼快就趕上美國 現在福特級的航空母艦 這個水平的話 事實上這個等於說 操感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這一艘航母我覺得就是說 基本上他可能還要差不多一兩年的時間 他才能整個完成備載 不過這個裡面我覺得就是說 對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戰力大幅提升 光往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它能夠真的幫助你做好環境 跟物品的興銷 那像我們中天呢 全天攝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神霧化器 來噴這個水神 保持整個空氣的安全 那隨時噴的話呢 水神水手噴這個部分 也非常適合 去哪裡買呢 都可以到快點GO